皇上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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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离吧 枢是你熬的 嗯 怎么有一股 有一股 爸爸的味道 嗯 因为我在粥里面 添加了皇上最喜欢吃的榴莲 所以有那么一点点 爸爸的香味 哦 榴莲粥 味道不怎么样 我熬的粥 一定没有苏姑娘熬的粥 让皇上趁心了 你看到他了 你们都说了什么 老熟人见面了 寒暄几句 没什么特别的 怎么没疯呢 皇上没给你吃饭呀 你要动死我呀 算了 去给我拿个帕子擦擦手 苏姑娘 我呀 作为皇后宫中的掌室宫女 叫你来侍奉我 其实是想教你些规矩 免得你在主子面前犯了错 我遭受责罚 规矩我都学过 学过呀 但是你没有时间经验呀 我这杯茶凉了 你再去帮我重新倒一杯 吻 就觉得你比较好的 我还想教你 我还想教你 在说些什么 状况 要想教你 我还想教你 我就说 好吧 你没什么 我也想教你 我还想教你 我爱你 要想教我 寻找你 我爱你 Хот情 我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苏姑娘 我突然又不渴了 这杯茶赏给你了 这 怎么了 你帮我试试水温哪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茶是烫还是不烫啊 有毒还是没毒啊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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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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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能 能 能 或是对朕有什么意见 皇上 您放心 有一个让您趁心满意的人 在身边照应着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有意见呢 我倒是想要意见 可我要是说出来 他还不得杀了我呀 好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先退下吧 哦 臣妾告退 真是吐 homicide 吐槿 吐槿 就这下来您笑吧 你去爹刀香 你以前不是跟僵尸挺亲热的吗 我以前对他 那叫怜香惜玉 现在我可不想忍了 报 说 启禀皇上 芸汐来的捷报 杨将军芸汐出战告捷 太好了 娘娘 吃水果 这段时间 没少往齐盛那边送汤汤水水 可都没见到有什么效果呢 更别提来我这儿看看我 现在芸汐也算是出战告捷了 料她也没那么忙了 一定是僵尸从中作稿 她才会对我不管不问 娘娘 等奴婢得空了 就带几个宫女 去好好教训教训她 她再受宫也不过是个宫女 奴婢给手指头 就能把她治得服服帖帖的 吕离 不行 打狗也要看主人 小不忍则乱大魔 这个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得罪其手 来 皇上能来看哀家 哀家还是满心欢喜的 可是皇上 从坐到这儿 就愁眉不眨 芸汐不是告解了吗 孙儿并非因为证物之事心烦 孙儿只是渐渐觉得 女皇后之间越来越冷淡 越来越疏忧 即便她不再与朕顶撞 可朕依旧觉得心有无安 皇上是不是多虑了 哀家听说 蓬蓬这是学会容忍了 她不需要容忍 她只要做好她自己就好 她现在这个样子 朕看得出并非真心实意 圣儿是怎么看出来的 祖母 孙儿虽然对感情愚钝 可总归还是知道 一个女人在看到 她情感上的竞争者时 会产生嫉妒 可皇后在看到僵尸之后 却十分大胆 皇上 哀家早就知道 你把江映月接到了宫里 可是这个做法不够极端 只要你做得够极端 任何女人都会产生 妒忌 只要她产生妒忌 她就拉近了和你的距离 不知皇宗母有何妙计 不如皇上趁着这次芸汐大劫 让宫里也好好热闹热闹 哀家负责来搞一场 不一样的大戏 到时候 你只需要听哀家的 在这里 下面请欣赏舞蹈 牵手孔雀 娘娘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人感觉怪怪的 那个人是你的未婚夫 我那月自己是个单身 那不是那个赵王吗 对呀 他 他怎么跳得这么猥琐啊 还好我当时没有嫁给他 不然我就成了最猥琐的妃子了 真是 这这 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 哎呀 这下皇后娘娘可没面子了 就是啊 皇上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娘娘 他怎么来了 以前皇上进屋藏郊 大家还能争一只眼闭之眼 现在他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出来 就不能再愉快地玩耍了 皇上急下 录下 免礼吧 今天我想和大家郑重介绍 这是苏小柔 希望大家以后要对她多多关照 以前知道姑娘姓苏 不知道名字叫小柔 小柔给太皇太后请安 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怎么这样 什么情况了啦 灰灰 快醒醒啊灰灰 你快醒醒啊 怎么轮夹晕倒了 你还在吐轮夹了啦 轮夹花了两个时间的裸妆 天空啊 齊羽宇卜 没什么 Bang 子失败东西 你真是白天回奶 Bog牵手 怎么过去 叫太医啊 别担心 那小子装的 大家都散了吧 今日的目的也达到了 恭送太皇太后 让你扭脖子 让你扭脖子 扭脖子 扭脖子 让你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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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林 你脖子没蛇呀 你这两天不来看我也就罢了 怎么还盼我脖子蛇呀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你一见到他 就心软腿软 浑身发软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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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在他欲情未了 你 你真是个不嫌汉 谁是不嫌汉啊 娘娘 您来得正好 快帮我劝劝力力 她怎么一哭就收不住我 你呀 长本事了你 你快帮我劝劝劝劝劝 没事 这是咱绿姑娘的绝活 行了 宝宝 不哭了啊 怎么能说听就听啊 你呀 就是她的死穴 乖啊 宝宝 恐怖了啊 我跟赵王进屋说会儿话 你在这儿独自悲伤会儿 走吧 走 走 赵王啊 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 绿迪这孩子是爱哭 可是今天啊 他是真伤心了 真伤心啊 她有时候啊 对你爱搭不理的 偶尔也会嫌弃你 可她自从嫁给了你之后 她的心啊 不由自主地偏向了你 你们俩的缘分啊 也从此解不开了 娘娘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是那种薄情乃义的人 芋梨这姑娘刚开始 哭哭啼啼的也挺讨厌 后来觉得她哭哭啼啼的 有时候的样子 也挺惹人脸的 那你为什么一见僵尸 就扭脖子呀 我对僵尸已经没有半点旧情了 我当时实在是不想 再多看他们一眼 所以才自己给自己 找了个台阶下 这个还请娘娘 跟绿莉检视一下 绿莉那儿你就放心吧 她也不是不懂事的丫头 我帮你劝劝 谢谢娘娘 这次来呢 我是要提醒一下娘娘 毕竟我和娘娘 是在同一个阵营的 不能眼看着娘娘吃亏呀 这次皇上 把僵尸带到了众人面前 娘娘 您可千万不能乱了阵脚 记住我的话 两条腿走路 我会把握分寸 只是 齐圣这次让僵尸 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也就等于挑明了有一天 会让僵尸取代了我 娘娘 这里面的事情 我最清楚了 皇上她自由丧母 缺乏关爱 面对僵尸这样的女人 她是没有抵抗力的 再说了 她们在一起 完全就是习惯了对方 并不见得就是爱情 可是我一往皇上那儿 送了不少粥啊 我跟她说话的时候 都是尽量细声细语的 也没什么笑过呀 怎么没笑过啊 皇上是故意在气你呀 她气我干吗呀 孤一气你是因为喜欢你爱你呀 你这个女人怎么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呀 她喜欢我 这么大反应干吗 喜欢你呀 她喜欢我不是不可以啊 要是能利用好这一点 促成了我们的大事那就更好了 这就对了 就算事不成啊 我在她心里也能留个好印象 她捏着我的好 也许还能保握我一条小命 这才是你说的两条腿走路啊 两条腿走路 对了 现在啊 首当其冲的 就是挽回其胜的心 好 这件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你先回吧 这个绿梨的枯弓简直是一流啊 那本王就先告辞了 错了 来的时候扭的是这边 这边 这 走吧 好 慢走啊 宝贝 皇上有几日没来咱们新生宫了 已经足足五日了 娘娘 我还在想 您心怎么这么宽呀 这几天您该吃吃该睡睡的 要是换做我 绿梨可做不到 我能跟你这个小丫头骗子一样吗 我这叫放长线 钓大鱼 我这线啊 放了这么长时间 是时候该收手了 娘娘 那您打算 如何收线啊 咱们好久没给皇上送汤了 走 给皇上送汤去 好 等一下 录点这个 这是西域进贡的香粉 有名摄魂香 您今天晚上 肯定用得到 绿梨 我用不上这个 咱们走 好 这一道 帮你 你最爱吃的榴莲汤 我给你端来了 你最爱吃的榴莲汤 小柔 你下去吧 我和皇上有话要说 皇后娘娘 皇上命奴婢专心言末 不可懈怠 不就是言末吗 难道离了一头驴 就转不动末了 奴婢的意思是 毕竟是奴婢早晚 在皇上身边伺候着 更加明白皇上的需要 所以我这不是来了吗 从现在开始 我 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皇上 你下去吧 那小柔先告退了 皇上 我喂你 皇后把朕的婢女都轰走了 皇后真的能伺候朕吗 那有什么 我虽没干过保姆 但我总知道保姆怎么做家务吧 那好 今晚就劳烦皇后来伺候朕 来 这是何物 是啊 这是何物 苏素扔了 好 好 没了 那天 朕把小柔带去 回头想想 也是朕考虑前途 如若伤及了皇后的颜面 也请皇后不要放在心上 皇上喜欢哪家的姑娘 是皇上的自由 我无权干涉 皇上您开心就好 是吗 皇后就不会有那么一些些促意吗 皇上 我给你淹没吧 你喜欢稀的还喜欢稠的 稀的稠的 你要熬粥吗 皇上 可行 你有一种 我会想着脚 你会想着脚 结果 你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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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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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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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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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焉能长久 等什么时候 妹妹也能以色施君了 再来和我探讨 长久不长久的问题吧 您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昨天晚上 什么事都没发生 莫非是我给您 准备的摄魂箱 失效了 香香香 香你妹啊 昨天晚上我这张脸 都被你丢尽了 娘娘 反正现在都已经 生米煮成熟饭了 宫里上下都知道 您昨天晚上试寝了 您呀 就别不好意思了 以后咱们在人前人后 可就更硬气了 都知道了 你们听说了吗 今天宫里啊 可是出了最大的 花叶消息 宫中 丧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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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 还有谁不知道的 皇妃 你还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无非是昨晚皇后娘娘夜宿大明宫 皇上今日起晚了 悟了早朝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此事非同小可啊 以前皇后娘娘和皇上是面和心不和 可如今呢 就表礼如一了 地后和睦 这是好事 终于有人可以制止那个 名不正言不顺的狐狸精了 你们就别嚼舌根子了 难道我们三天两头来此处 不就是为了嚼舌根吗 喝你的瓜子吧 明白了 我们来这儿啊 就是为了嗑瓜子的 那我以后啊 就做一个嗑瓜子的 安安庆庆的美女子 再也不用多嘴了 来 我们一起嗑瓜子吧 伤疑 久哥 你不要太在意 这都是误会 现如今 前朝和后宫都在议论 地后情深 札 επ 只怕齐盛进水楼台先得月 令蓬蓬变了心 细相来 我与蓬蓬已是许久未见面了 九哥 要不要给你劫出来 你劫得走她的人 劫不走她的心呢 今后 本忙不会再让你冒着巨大的风险 去潜入兴盛宫了 九哥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这样 你先潜入兴盛宫 九哥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风声很紧 你先去找一趟皇后 就说有大事商议 杨颜 你被谁打了 九哥 你呀 你都流鼻血了 血 杨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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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杨颜 杨颜 鬼